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忠诚药 从痞论治 不痞养心安神 让你不再半夜醒 不再难以入睡 有的人经常睡不好 半夜两三点会醒过来 醒来之后再想睡着就难了 而且还会做梦很多 白天总是精神疲惫 短气乏力 心慌心悸 脸上也没什么血色 胃口也不好 有时候吃了一些安神助眠的药物 睡觉会好一点 但是药一停就又不行了 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 其实像刚刚沈医生描述的这些症状 是因为脾弱气虚导致的 这是病因是根本 我们论治的时候 也要煮抓不脾液气 因为脾胃可以化生气血 脾胃强健 有足够的气血充养我们的心神 才为心神安宁 睡眠质量好 所以心神不安 这是标 我们需要做到治标之后 治本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沈医生推荐的这个忠诚药 就可以做到益气补血 健脾养心 从脾胃调养 重在治本 治标为福 这个忠诚药就是人生龟疲丸 用到的药分别是人参 黄芪 甘草 生姜 大枣 白猪 浮沉 远至 酸枣仁 当归 龙眼肉 木香 我们先来说人参和黄芪这两味药 人参可以大补元气 能入脾经 又能入心经 所以在补气的同时可以健脾补脾 羊血补心 黄芪可以补气生羊 主要归脾经 所以也可以补脾健脾 这两味药是方子中其主导作用的补气药 然后是甘草生姜和大枣 也可以补脾益气 健脾合胃 辅助人参和黄芪 还可以调和药物的药性 接下来是白猪和浮神 可以健脾化湿 提高脾胃各个方面的功能 而且浮神还可以入心经 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 然后是远至 酸枣仁 当归和龙眼肉 这四味药都可以养心安神 远至和酸枣仁 主要的作用是宁心安神 同时还能补养心血 但是酸枣仁和当归 是通过补心养血的功能 来达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四味药相辅相成 共同作用 最后用了一味木箱 可以行气活血 防止补气补血的药物太多 然后在我们的身体上 成淤成堵 影响全身的气机运行 人生龟屁玩这个方子 可以健脾益气补血养心 很适合心脾养须 失眠体弱的人来参考使用 调理身体 以上内容仅供分享交流 具体用药需要在医生辩证指导下使用